这个我们叫做原神 所以如果你能控制得住你的原神 你就能够掌握你的未来 你为什么到现在 还是这个银行 连一万块都没有 有些人的银行连五千块都没有 很奇怪的 有没有试过 银行到了六千 到了一万了 每次都是这样的 都怀疑那个银行到底是 那个bank book有问题 不过这样 教你们一个方法 你们存了二十万进去之后 以后花钱就用next 然后这边不要update 你就每次看到二十万 很开心 没有了 所以人的命就是这样 还有一些人的命更奇怪 你们也应该有试过的 中了三万五万 到手或者是赚了钱 再熟了 不懂为什么 就一定要去啊 把那个钱给花完的 很奇怪啊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在作怪 你要能认识他 所以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是不对的 命运掌握在哪里 掌握在这里 只要你认识他 你控制他 你要什么就有什么 你控制不了他 他控制你 那就惨了 所以如果我能控制我的命 这个字叫笔尖 笔尖 这个笔尖 如果我控制不了 那就要做劫财 那叫劫财 要记住啊 所以你们一定要能够控制 控制 要认识 要认识你们自己 从这边开始 好 那么这个呢 当然就是我们另外一半 另外一半是谁 我们的老婆 我有四个老婆 也是一样是这个字 我有五个老婆 也是这个字 这个字 好 那么 你们的 你们有那个八字是吗 你们的八字 如果看到这个正印在下面的 这个正印在这个地方 我们夫妻 或者是妻夫 随便 这个是夫妻公 夫妻公如果看到正印的 最好呢 找一个比较会想的老公 或者比较会想的老婆 如果这边有正印 夫妻若正印啊 所以老公老婆 随便 或者你喜欢找男的 喜欢找男的 也好 随便 你就要找一个比较mature的 比较会想的 开心 但如果是偏硬呢 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怎么找都很难的 都是找到那种 三毛半三毛半的 四毛都不到的 你们不要拿这个东西 去讲你老婆 你看 你就是三毛半 谁讲的 我讲的 女人很凶的 知道最好的 清清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 你出国发展好吗 还是在国内发展好 你的孩子会不会把你送去老人院 看这个 看这个 如果看到孩子会把你送去老人院 现在赶快book 参加member 这个 这个地方 懂了 所以 是这样看的 是这样看的 这里呢 这个要会看 这个 这个很好 这个就是 上面两个呢 就是你要多用的颜色 你要去做的工作 下面两个呢 是尽量避开的东西 比如说你看 这个 这个 八字 这个八字 它 筹金 或者寄金 就不要穿金带银了 不要穿金带银 除非说你八字里面缺金 你可以带一点点 明白啊 另外 我这边已经帮你们写好了 金 火 土 水 缺什么 木 所以五行最好不要有缺 什么都有 最好 什么都有 最好 五行就是五官 五官 所以有缺的话呢 鼻子不太美 嘴巴美 眼睛美 没用 眼睛怕掉 全身美 没用 这样的意思 尽量五官不要 不要缺 尽量就是五行不缺 五行不缺 记住哦 记住哦 那么我的命不可以当老板 可以当老板 你就要看这些 这个政材看到吗 这个孩子 这个男的 政材在这边看到吗 政材代表什么 可以做工 政材在年月日时代表什么 它可以出外发展 政材在这里呢 它在国内发展比较好 不要在国外 如果是偏财呢 可以做生意 very good 不过有一些人的八字偏才很多 但他不做生意 可惜 不过你要看你现在几岁 如果你现在已经68了 那算了 就不要做生意了 你要看你几岁 是不是 另外 如果你是当警察的 可以做生意 不要啦 你继续当啦 你不要 好 可以 我辞职 然后去外面做生意 bank up 为什么 八字不准 不是 你要有经验嘛 懂吗 要有经验 明白吗 好 好像我一个顾客 我跟他说 你的八字很容易放官非哦 过年的时候 今年 很容易放官非 他说什么官非 我说公路的东西 你要注意一下 还好 我没有驾车 我也跟他说 那就好咯 驾车就有三万嘛 没有啊 他过马路就有三万啊 新加坡 好疼啊 过马路不能就有三万 他在那边等他 他跟他说 我在这边你都过啊 说不可以过吗 不可以 对咯 知道对咯 哇 糟糕啊 所以 所以他回来说我准了 准你三万也是要给 准 OK 好 他的问题啊 学业 这个八字 这个学业 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学业 学业 会越来越好 但是 对付这样子的八字的人 劫财 偏应 三官 三个 都不是正心的 都是属于那种 乱七八糟的心的人 你不要超之过急 做父母的 不要超之过急 他的文昌位在西北方 最适合的呢 是荣文塔 再加 朱砂毛笔 我们有 有两支 朱砂毛笔 就是他的毛笔 是朱砂做的 朱砂 签下去的 那么把朱砂毛笔 好像有时候我们 叫人家来安神 他咕咕咕咕咕咕 是不是 然后他就开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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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现在比较不一样 现在是 .com.sg 他们不是 他们是 没有sg 然后就把这支插在那个乳 听到吗 这支笔是来生 你不要拿掉 你不要换了乳 连笔都丢掉 懂吗 这个笔是很好的 来生来的 但有些是雪笔 雪笔知道吗 他砍他的 他砍他的那个舌头 然后就用清洁的毛笔 变雪笔 这种只是跟谁做呢 跟他旁边的 这个是跳筒 跟他旁边的那个左右手啊 这些manager啦 worker啦 他们的家有跳神 有安这个神 他就要帮他做 舌头 真的是割的 雪的 好 健康 他问健康 健康呢 注意一下图片 等一下我们给你的图片 你注意一下你就知道了 那么财运方面呢 将来会有钱 但是可惜 他将来会有钱 但是他的八字呢 劫财 劫财 劫财在中期 所以不存钱 怕你看不懂 怕你听不懂 我把字打出来了 好 然后注意图片 这个地方 有颜色的地方 因为你问健康嘛 多注意那些 有颜色的地方就可以了 明白吗 那你也可以现在画一条线 画一条线 如果忘记 OK 好 明白 这个66年 不用举手啦 因为今天助理说你们都有来 不用举手 OK 不用举手 也就是你不可以问问题了 这个是事业 他问的是事业 财运健康 那么 他这个八字 这个男的 事业 男的 男女对啦 错你就没办法了 错你就真的要举手了 因为男的和女的 和不男不女不一样 急心无法关注 关照 事业运 这个八字 他的急心 没有办法来照顾他的事业 没有办法来照顾他的事业 用心做事 希望天神能保佑你 明白吗 这个人是谁 不用紧 天神保佑你 也就是 God will bless you OK 你看 财运 现在容易耗财 你的八字 很容易耗财 要很小心 八字容易耗财 耗财 用钱呢 要小心挺胜 在这几年 健康方面 多注意身体上半部 与中半部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给你的 你每一张都拍了 这样你们可以找他 他每一张都拍了 这个上半身的问题 要多注意一下 好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问我们的助理 好这个 这个呢 是 这个我看 这个是六六的 OK 好 这个 这是六五的 这个八字 这个八字呢 没办法 要盖住 保持神秘 谁来的 六年的 你人啊 你就不举手 你给我抓到 等下我放狗去闻 抱歉 这个八字不可以给你们看 这个八字 因为里面有Virus 好 财运 今年农历八月和九月 多少都能带来一些好运 这个 这个 这个Sister Sister 对 Sister 好 但 运程在农历的十月 至到十二月 都要特别的小心 无论是在公路上的安全 或者是在身体上的健康 你特别特别要注意 特别要注意 这方面 你这个人的八字 我们就不可以让学生们看了 好 了解了 这个 66年 男的 在不在 你要不要举手 不举手 OK 举手 你知道有什么好处吗 我说了就要举手了 我可以看这个八字和你的脸 你的气色 为什么 因为有些人的八字大富大贵的 但是他的脸呢 优桃护饼饼 很加烂 他的那个脸 好像 你 假的 我好吗 这个就叫真人不露像 他没有像可以露 OK 你就忍了 来 我说你们学 我说你们就学 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来的朋友 第一次来的朋友 以后你多来几次 你一定会看命的 你一定会学会看的 工作 因为你的八字 属于 天国 不你 阴年阴月 阴日阴时 所以在工作上 不容易受肯定 你问的是事业 你这个阴年阴月 全部都阴到晚了 国内发展对你会比较好 国内的发展 就是在 我不知道你是哪一个国家人 中国人 在中国发展 新加坡人 在新加坡发展 马来西亚人 在马来西亚发展 在国内 如果已经做了PR了呢 那也 我是中国人 我做了新加坡人 那就在新加坡 是这样了 简单一点 木火业 也比较适合你 这个朋友 木火的行业 比较适合你 财运 在今年 在今年 现在 现在 农历 八月 九月 运势 无极心相助 这个 同学们要看 如果你们是在 阳日出生的 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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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 阳英文叫 干杯 八九月出生 凡事呢 都要很小心 因为没有急心 运程 他问运程 反倒在今年 农历十月 就是下 多两个月 十月是多两个月 现在八月吗 多两个月 十月 至十二月 就是到十二月 三个月 十一十二 运势稍稍有一点好转 不可去夜间场所 或者赌场 否则 你的运势 就会很麻烦 所以要记住了 这个朋友 阴年 阴月 阴日 阴时 出生的 这种八字 工作很不容易受肯定的 男人 男人如果是阴阴阴阴的话 你做得很辛苦 你一直做 你如果太在意别人 对你的看法 你死就算了 不要管 我做就是做 你把东西给我 我做好它 steady 你一辈子都开心 会欣赏你的人 自然会出现的 阴年 阴月 阴日 阴时的 你们不是的话 你们是三阴一阳 或者是一阳三阴 两阳两阴的 那种 i-bet的 不算了 他这个不用打的 别怕 到蟹里 不过阴年 阴月 阴日 阴时的时候 男人 男人 他们死的时候 要死的时候 会很多的这些 不干净的东西 所以永远 他的气 要保持到很阳的气 男人 女人 就不可以太阴 阴年 阴月 阴日 阴时的女人 千万不要 再阴下去 懂吗 怎么 我不知道 那种就阴上加阴 加了 那种 泰国很多的 男的变女的 然后很阴的 不过他们的声音 又是那种 洋洋的那种声音 那种事